來 人間盡有黃泉路 鬼界盡是好兄弟 想紅命就快淘寶 歡迎收看來自新一世之 淘寶寶好兄弟 抓到東西 這一次 是哪個老師去的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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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好久不見 預期再預期 而且天氣越來越冷了 這個時候大家在家裡面 看這兩個去逃跑就好了 你們不用跑 他們跑就可以了 好不好 這次去哪裡 這是去一個廢棄的工廠 然後它這個廢棄的工廠是 在北區的山上 山上的工廠 對 這工廠廢棄已經夠硬了 這個還在山上 對 而且它有一個 非常可怕的庭院 據說那個庭院當時有很多的 好像是骨骸是被後來的狗挖出來的 到底有什麼恐怖的事會發生的 去看 我覺得不太對勁了 我們是不是迷路啦 我覺得真的迷路了 很可怕 我們不是要去一個廢棄的工廠嗎 怎麼會有看到啊 這邊有路牌 看一下 路牌 告示牌 看一下寫什麼 對 爛賬 我的天啊 這代表這個早期的時候 可能有隨便亂買的這種情況 對 等於說我們剛剛 因為它這邊都沒有路燈嘛 你說我們剛剛走過來 旁邊都是毛髮 不過我們自己沒發現 我們還有說有笑的 對啊 任務塔來了 令人畏懼的山間小路 傳言居然是通往幽明的靈異通道 原本生意興隆的工廠 以戲間老闆一家人間蒸發 究竟是生是死 據說曾有小狗 在院子裡挖出無名古骸 懸疑的失蹤 看不見的死亡氣息 一針二煞前往這處詛咒工廠 將會遭遇什麼位置的威脅呢 好 那我們現在就一探就近 出發 好恐怖喔 我覺得應該是從這個方向走 因為這一條路明顯的比較大 我覺得應該這就是廠房的 這應該是工廠的入口了 你看這個 它這邊有一個牌子耶 它這個入口好小喔 這個入口應該是人的出入口 你要搬貨好像不太可能 對 所以我覺得從這入口進去 我們應該會先看到辦公室 而不是先看到廠房 可是沒有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很多草 很多草跟這個 天啊 好像叢林喔 像有一種在亞馬遜探險的感覺 好買啊 好買啊 然後今天因為下過雨的關係 然後所有這個樹跟雜草 全部都濕搭搭的 哇塞 這個辦公室 牆啊窗啊都其實算滿完整的耶 這個是不是那個啊 神桌的燈啊 是耶 我就願意在門口的關機 哇 關機 哇 關機 哇 你幹嘛打我啦 有蚊子在你臉上啊 有蚊子在你鼻子上 屁啦 有蚊子在你的臉上 我剛剛是真的 我 我 我 沒有 剛剛是真的有 我一直在你臉上 你把牠趕走就好 你為什麼打我 你回去看戴著說 你把牠趕走就好 你幹嘛打我 因為牠這一個廠房啊 四周圍全部都是被這個庭院包圍住 據說牠們當時附近的這個狗啊 就是好像是聞到 對 聞到味道以後 開始在這個庭院自己在挖東西 挖...就挖到一些白骨 人家就在那個白骨裡 上面看到好像有那個蛛紗 紅色的嗎 對 然後在上面寫字 還是畫東西的這個符...符號 是被... 詛咒嗎 還是被嚇鼓 後來啊 他們就請這個法師... 沒騙你吧 蚊子 你看 沒騙你啊 你看鏡頭拍到蚊子在這邊啊 是 謝謝你 對 然後後來 他們就請這個法師過來看 法師就說 這應該是做法留下的痕跡 有可能是他們的同業競爭對手 故意找了一個下過骨的骨頭 然後把它埋在這邊 希望影響這間工廠的士氣 結果沒想到竟然被狗爬出來的 到後來之後啊 有員工要來上班的時候 聽說來發現 怎麼老闆整家案都不見了 全家人就這樣人間蒸發了 過了沒多久 就有那種討債集團的 要來找他們老闆 據說是這個老闆啊 在外面欠下了這個大批的這個 賭債 然後 而且這個賭債一直滾一直滾 已經滾到這種無法縮實的 這種天文數字這樣子 對 老闆有可能是被抓去 可能處理掉了 也有可能 可能全部都逃走了 但是現在生死未卜 也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所以這個員工 因為沒有辦法 繼續的處理這間工廠 這間工廠就廢棄了 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狀態 對 同夜下週 老闆跑路 這間工廠還有什麼更驚悚的事呢 第一屆 好兄弟杯 鬼手擂台賽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可愛的道具 這個道具太可愛 太療癒了 對 這是我們小時候 常常玩的這個壓拇指的遊戲 先把對方的拇指壓至 長達五秒的就獲勝了 開始 你真的好像蛇 你拇指真的好大隻 我是一個 我跟你講 我拇指會這麼厲害 是因為我長按粉絲團戰 可惡啊 竟然沒有壓到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所以珍珍執行第一關的任務了 是什麼任務呢 我要抽卡 這一張 是什麼卡呢 請看 加持卡 又是加持卡 不要啦 又是什麼海螺之類的 獲得幸運之城加持 你最近的排運蠻好的 好 那這一關由我來執行 時間教會給Eason執行任務 是的 Eason要執行的這關任務叫做 樹上飄飄瓦 誰來解 所以等等Eason會去樹林裡面 去把那個晴天娃娃拆下來 每個娃娃裡面的字不一樣 但是有四個字是我們 逃跑爸爸好兄弟的逃 所以你必須找到四個正確的 逃跑爸爸好兄弟的逃 才算任務結束成功 好 出發囉 現在我在這個微微的月光下面看到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七五六六 八個 八個晴天娃娃綁在這個樹幹上面 開始在飛了 左右晃 這個感覺真的超像有人吊死在這裡的 好 我現在要先把這個第一個娃娃拆下來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房子裡頭 其實比較特別亮 第一個 從門口整個房子被包圍的這個大樹 在民間裡頭就是認為 最容易噪音的榕樹 這是榕樹 等於說這滿滿的不滿的噪音的樹 所以這邊這個區域 這個工廠會更容易聚音喔 對 不是逃跑的桃 是淘擠的桃 現在找第二顆 有東西在我脖子上面就知道 樹枝嗎 是這個啦 好險它沒有纏住我的脖子 現在解第二個娃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來救你了 我來救你了 桃寶的桃 太好了 收集到了第一顆 第二個呢 一般來說中於聚音的植物裡頭 其中一個叫姑婆玉 對 而且剛剛我看到 最近那邊有一個姑婆玉 它就這樣一直晃 它的感覺就好像就是… 我那時候一直覺得 有人在那邊這樣晃的感覺 所以其實遠看 那種漁光瞄到好像是真的有人… 等一下 老師有說過,看到好險 教練 她朋友 應該是有的 我來看 我一定會有的 我是你的 我來看 你很可愛 我去看 不知 我來看 你很可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ason 怎么会突然放声大叫 最恐怖的稍后马上回来 第三个理由是因为 这个地方曾经变成施过法 这个施过法 这个应该算是很重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对 我现在蹲下来 刚刚我轻轻碰一下这个树 想要扶着它结果 树枝就被我折断了 吓我一大跳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现在来解救你了 天啊 为什么这一刻特别难解啊 啊 球跳了 你们有听到吗 有没有听到吗 树林有一个 有一个脚步声 然后他踩断了一段树枝以后 从我这边走过来 蛤 我以为是你们耶 没有啊 工作人员在你后面喔 我听到一个 超大声的那个树枝断掉的那个声音耶 老师 问你一个问题喔 他刚听到那个树枝 踩断的那个声音 会不会就是那棵被诅咒的树的树枝 他可能要折断 是要吓唬医生说 叫他不要再靠近呢 当然可能呢 因为他有时候失树的 失树的时候 他把这个骨头放的地方 刚好可能靠近这个榻树 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才提到 从一进来之后 你没有发现这个 整个掩盖大半房子的这棵树 其实是榕树 这个零的能量 就可能越居越强… 而且基本上 你已经是解开最后一个 如果你看到人家的侵犯 拿你最后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一定会去外阻止它 所以它立刻就出现 天啊… 我现在要看一下 采收的结果吗 对 第一个桃… 第三个桃… 有吗 第四个桃… 恭喜你 医生 你四个桃都找到了 辛苦老师了 谢谢 辛苦老师了 谢谢 老师 谢谢 辛苦老师了 谢谢 这间小间的 不晓得是办公室吗 还是什么 这么小的格局 应该不太可能办公 会不会是警卫室啊 这什么 这不能碰… 这不能碰… 你真是大胆的 医生 你看它有没有像… 好像是那种鬼面具 还是什么的 那个啦 那个食人族会戴的 对 这好像是那种 国外少数民族里面 会出现的这种面具 特别会在非洲啊那种 而且刚刚这个面具啊 你现在拿起来的时候 因为我有瞄到老师的表情 变了 老师好像觉得 这面具应该有什么 问一下老师 老师 老师 我刚刚拿了这个面具 它是什么用途啊 虽然它可能是某一个地方 他们可能比较特殊 比如说比较多一些国家 它有时候会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纪念品 对 可是这种纪念品 我曾经遇过几个真实案例 也就是它很容易是人家 下股下降的媒介 曾经也有一个女孩子 她就是拿了一个这个 这个回来 她是一个副商送给她 回来之后她就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感觉有人爬上她的床 然后她就大概就没有在 很少下床 大概隔了一个礼拜 她妈妈发现不对 所以她妈妈后来找老师 才发现原来当初那个副商 想要得到她得不到她 就把箱头下在这样的东西里面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买的时候 纪念品什么古董 买的时候都要很小心 对 所以能不碰就不碰 老师那我刚刚还拿起来 我会有事吧 这个还好 因为我们要看它这个里面 有没有呢 你要注意它有时候看起来像 原本的 但是有时候其实你会发现 它原来是贴的树皮 里面可能有空的地方 那你要小心 那就比较它真的有藏东西 对 有藏东西在里面 好的 了解了解 谢谢老师 谢谢 对啊 这种东西好邪门喔 我们现在顺着这个 他们办公室的周围 走到侧面来 侧面有东西 好陡喔 非常陡的一个楼梯可以往下 哇靠 这个如果一不小心踩空的话 就是 就鸡鸡鸡鸡鸡下山 一进来这个地下室以后 我就觉得有一股风从里面吹出来 然后我们看到 你看 它旁边虽然有窗户 可是窗户已经被这个 藤蔓 藤蔓还有这个树叶全部都包围住了 这什么 你为什么没有提醒我 刚才你又踩到了 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个 这是人骨吗 不可能啊 这是 这好像恐龙喔 等一下 你们场坑有看到那个吗 这是 这是 这是狗的骨头吗 而且你看它旁边黄黄是符吗 看起来好像是喔 看起来是喔 是喔 真的是耶 真的是 老师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 老师 我是不是踩到了 我觉得你好像踩到了 小心 真的 真的这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是符吗 对不对 老师我们现在在那个头骨的旁边 看到了符 但是这个头骨应该是动物的头骨吧 该不会就是传说中 那个狗狗爬到了骨头的 那一颗白骨吧 不是喔 因为这个骨头 感觉上就比较像 这个是动物的骨头 可是当初分辨不出来是 动物还是人的骨头的话 表示它可能是类似 像个关节之类的 对对对 我们可能肢结的这种骨头 才会分辨不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是不能去碰它的对不对 我是建议不要碰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骨头没有移动 你看它扶持完整的 压在上面 并没有移动 对 表示它试完术以后 并没有人来动过它 所以谁先去动它 就有可能会被那个力压 因为也许它的骨 它这个诅咒还没有结果 对 老师我觉得我们好像是 它这个下完座以后 第一组发现的人 糟糟 你完蛋了 老师那你觉得 你看到这个骨头跟那个符 你觉得它是做什么 我们一般来说 大部分会用骨头去做法 大部分来说 第一个就是要影响对方 让对方家里头 我们讲说心神不定 然后甚至到最后 就会导致对方家破人 哇塞 所以是一个狠狠的动作 所以当你觉得 回到家里头 等一下疑神疑鬼 这个好像东西想 这个东西想 半夜好像有声响的时候 你的那个精神 很容易就受到这个影响 衰弱 然后保持精神異常 精神分离精神病 对 而且它用头骨是代表 它特地挑了头部 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不管是动物或者是人 是 它的这个天灵盖的这个地方 是灵的能量聚集的地方 谢谢老师 看到那个骨头之后 我觉得我现在没走 每一步都格外的觉得 好像很恐怖 很诡异 对 因为谁晓得 会不会又发现了电换一个骨头 Eason 怎么了 地上好像很多散落的骨头 这些有没有 好像都是 钻块钱 对 你看这一块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 这些都是 骨头 太诡异了吧 它该不会是把所有的骨头 分散在整个房间的各个角落吧 到处都是 蜘蛛网 我们现在要走的这个走廊 它因为两侧距离非常非常近 我的这个心理压力非常大 那我们先从第一间左边那边开始看 好 等一下 不好意思打扰了 好小一间 Eason 是床 对 是一张单人床的这个床框 然后是木头做的 而且是很早期的那一种 旁边还放了一个 这个是 天哪 这个是 这是民间故事里面才会出现的 竹朵 上面写一个洗碎 但是因为它出现在这个房间 跟这个房子 格外的好像觉得里面 应该不单纯 不知道是打扰的 太可怕了 看到那个头怪骨是压着一个 符 黄色的符 郭老师 那个用骨头来下诅咒 或者下符或法术 是不是特别凶狠 对 其实它用骨头的用意 它用人的骨头 它目的就是招请鬼来 那如果是动物的骨头 就是招请动物铃 那刚刚你在树里面 听到一声对不对 对 那那个夏老师 那一声是 是铃在接近它呢 还是纯粹它自己笨 自己踩到自己下来 不是 两个都有 没有 因为它在做 这个动作的时候 其实因为那个地方 那个庭院 曾经被人施法在那边 骨头是埋在里面的 虽然狗把它挖出来了 可是这个东西没有解掉 那个铃并没有离开 接下来 Eason遇到他这个 这辈子算是 数一数二的惊恐事件 非常可怕 数一数二 到底是什么 先看 我要是打扰的 天哪 你千万不能剪红包袋 你千万不能剪红包袋 而且这红包你看 它感觉里面是有东西的 还有一张纸条还是布 天哪 这个纸条 该不会写着 是要冥婚还是什么的吗 很有可能 因为它装在这个 喜字的中 老师 鸡皮疙瘩 整个毛起来在起的 这个是冥婚用的 做法跟仪式吗 对 真的 其实当初可能 他们来的时候 也许有人有冥婚 或什么带着这个来 但是离开的时候 并没有把它带走 如果它没有被带走的话 它就有可能 就一直停留在这个房子里头 所以这间算是 新娘房 新娘房吗 我遇过这样 我的天哪 帮你新娘拿吗 如果它真的是冥婚的话 里面会有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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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到照片 对 不要看 因为我怕你们会有印象 对 这个就是 对 老师那张照片是黑白的 还是产色的 黑白的 它身上那个穿的 类似那种洋装 那里面有 除了照片还有什么 目前这个是很清楚是照片 但我想另外一张白纸 应该就是生成八纸 拿一下看看另外一张 可以帮我们 确认一下 那张纸上面到底写 好 看一下老师 可以不要看照片 不行 不行 我连那个红包的那个衣箱都不能 他这个上面一看就是非常早期的人 因为他上面有写年刺 应该算非常长辈心的 对 老师他这样子是已经跟人家配对过了吗 对 所以是 配对过的那一位男生 当时把这一箱 这一楼东西还有这个红包袋 一起带到这里带 明婚带过来的 是明婚带过来的 那通常一般有两种 第一种如果是他是住这里的话 对 那明婚完以后这个照理来说 要放在神桌神主牌那个旁边 要放在神桌上 那他就放在床旁边 会有另外的用意吗 这个有两个第二种情形 就是他是他原本住别的地方 在别的地方明婚 可是我现在要到台北来到这边来工作的时候 对 我不可能把神主牌带过去 对 所以他就提着谢兰 把他的这个照片跟这个带过来 算是把他这个明界的妻子 一起引领到这个地方 跟他一起继续生活 好 谢谢老师 这是我们洛桃花拔以来 第一次在现场发现 明婚用的红包带跟照片 这个大家口耳相传 在讲的那些 明婚的过程 一些恐怖的经历 不只是传说 也是真实的发生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 竟然就被我们这样给撞到 好 所以我们第二关PK 就要在这边进行了 开始 我发现你的力道很强 只要被你擒住之后呢 就有可能就没有办法挣脱了 因为你是我的囊中之 逃脱成功 逃爸爸成功 别跑 好 我刚刚竟然错过了 真的 5秒了 我要抽卡 我那快流血了 有没有 5秒了 请抽卡 第一张吧 陷害卡 YES 遭陷害 执行 你被陷害了 就是脱裤子放屁 多持一局 本来就是我应该去执行 我没有遭到陷害 好 Eason要在这边执行的任务 叫做 这一关的任务呢 就是Eason 对 那你等等要在里面 房间里面剪两张喜出来 两张喜是不是 对 好吧 小心不要剪错了 好 不好意思打扰了 不好意思打扰了 好 我现在 准备了红色的纸 纸 现在开始 我要在这边 剪出两张喜字 因为毕竟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人家冥婚的这个 这个谢兰 还有她的东西还放在这里 是 因为我们现在在里头 在做一些这个 那如果太 可能让她觉得干扰到她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灵动现象 所以这位 女士的灵还在这边 对不对 因为她的谢兰 她的照片真的 把子都还在这 她不可能 有人在走吗 有人在走吗 我以为是 很像很像 你先讲错 我刚真的以为是 阿仁走出来 所以老师 刚刚 木板上这边 一步 一步 的这个声音 会不会是因为我刚刚讲到了 对 以前 在学校上老做课的时候 会觉得非常的成就感 而且现在 这个 啊 我在剪这个 散落物的时候 发现 地板上面 竟然有一个用过的牙线棒 天啊 这是谁的牙线棒啊 刚刚我在房间里面 还没有发现这个牙线棒 有人在拍我的屁股耶 感觉好像有人要叫我 还是干嘛的 哇 突然有一股很冷很冷的风 是朝着我的脸吹的 那个起风的方向 啊 啊 真的就是命关系 老师 你有听到吗 有 有 我有听到 哇 天啊 我全身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因为刚刚那阵风的关系 我现在觉得 全身冷到 都开始有点想要发抖了 蜡烛晃到很厉害 在我快要完成 第一个喜致的时候 所以 刚刚的石头的声音 假装 刚刚的走路的脚步声 可能医生在那边自己 他可能也出来 在对付我们 这边的人抗议呢 他想要表达 就是 希望我们能够 告诉他 就是说不要待 时间太长 因为 他觉得已经有点干燥到他 因为毕竟 林对于 我们摄影师这种强光 还是比较敏感的 对 而且特别是我们 一直这么多个人进来 对 放在这个猪肉的上面 好 那我在这边 完成了婚礼的祝福 祝福你们百年好合 天天都像新婚 祝福 祝福 完成了 跟我走 完成了 完成了 刚刚这个心理压力真的太大了 所以我很怕我一个剪错 我把那个喜字剪破的话 感觉好像不是在祝福这桩婚事 所以我剪得非常的慢 很小心 老师我这样子没有冒犯到他吧 没有 但是你刚才在里头的时候 有听到脚步声吗 有 是在这个房间里面 他那个不只是脚步声 我觉得好像有人在拍我的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刚刚在里面执行人物的时候 你有撞到那个后面的木板吗 你有撞到吗 我没有撞到啊 我离那个 那个算是他们的新婚床吧 这边的那边 我不敢碰到他们的床 那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刚刚你在里面执行人物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这一盘木板 对 刚刚我跟老师在讲解说 你这个女士会还在现场的时候 会很怕 就是好像是那种石头 不知道是这样丢那个木板 还是石头从上面掉起来 砸到那个木板 就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脚步声 就有人就是踩过那个 木板的那个声音 很清楚 我想说是工作人员出来了 然后就是 后来发现没有人 那个脚步声太清楚地 走在木板上的声音 Eason好心地祝福 这段来自地府的好事 却得到新人俏皮的回应 烧化完这些喜字后 这间工厂里头 还有什么更恐怖的事呢 然后回到了平面子之后 我们会看到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空间 应该是他们当时 最主要的办公的地方 而且Eason 这个啊 发现了一个相本 它里面的照片 已经有点斑驳了 因为它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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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听到喔 有 木头的那个那种声音 对 你刚刚说这个照片 完成度很高 所以 因为它的这个色泽 还是非常的鲜艳 我大概也目测了一下是 穿着泳装吧 对 是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子 然后应该是他们出游的时候的照片 相片里面 他们的这个氛围是非常的开心 很欢乐的 对 但是对比现在 整个这个废墟的状态 你会觉得 这好像是一个过去式 这个是铺满吗 对 这个是一个纯钱筒 很大的一个纯钱筒 我刚很害怕 会不会从这个洞看进去 会看到一个眼睛在跟我 有听到声音 对 就是刚刚我开所说的那个 坏声音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近 这间工厂深处到底还有什么 对 这个是铺满吗 对 这个是一个纯钱筒 很大的一个纯钱筒 我刚很害怕 会不会从这个洞看进去 你会看到一个眼睛在跟我 有听到声音耶 对 就是刚刚我开所说的那个 木板的声音 从这个角落转来 这个角落 对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角落的 这个油漆斑驳的程度 特别的明显 对 天啊 我看到了一个名片 这不是名片啊 那是什么 是员工证吧 是员工证吗 还是身份证 然后照片已经模糊了 我觉得这个照片啊 对不起 我这个 很多时候啊 像我们听到的一些传闻故事 我们通常都会形容就是 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子 而她的脸却是模糊的 这个照片的所呈现的感觉 其实更具体的话 就算你把照片放远了 把角度放偏了 你还是可以感觉到 有人在盯着你 对 就是那种感觉 继续走可以看到这个是 这是弹簧床 的内部构造 对 等一下 好大声喔 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你现在不是单身了 不... 我现在还有一些交往中 我虽然是第一时间 把竹篓打开 发现红包带的人 可是我一直没有 跟那个照片对演 今天就可以印证一件事 就是以现在的社会来讲 这种事情都是传说 对 我们今天真的看到 实际的误会 对 怎么可能啊 而且是我们伟大的医生发现 不要这样... 在电视市场医生 辉煌的一页 现场掌声 我附和不了这个 光老师 如果当时那个孝老师不在 这两个家伙倒霉了吧 会 因为第一个 那个用蟹蘭的用意就是说 他的鬼妻就是在蟹蘭里面 然后他到台北来工作 就拿着这蟹蘭 把他的鬼妻运到 这个地方来 那你把他打开了 这个蟹蘭还在那边 可是男主人已经跑了 那不是留下一个鬼新娘 在那边吗 那他把他打开了 鬼新娘很寂寞 如果看对眼的 是不是又跟着他回家 那你就变成你娶了第二次 做了第二次的明婚的动作 再婚 不要说老师在 老师在也有可能跟着你回家 这个跟老师是没有关系 对 因为尤其老师觉得是一桩好事 也不会... 也不会干涉 也是功德一件 也不会干涉 也是功德一件 那最近有没有做梦 最近没有 所以都很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刚才那个反应是一连串的 比如说他在边讲边在做那个时候 然后突然间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脚步声在他的后方出现 接下来他感觉到 有人摸他碰他的那个感觉 后面是有帮他再处理一下 因为因为镜头上没有录 是有问了一个问题说 他如果这样的话 有没有可能看上打开他的人 谁问的... 我问的 白痴啊 不是 因为我要问清楚 不然我... 而且在那个鬼妻的角度 可能你是小心喔 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弹簧床 的内部构造 等一下 好大声喔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声音越来越接近 真正的感知能力也渐渐增加 是好兄弟有什么讯息 想传达给两位呢 我们现在人所在的地方 就是刚刚声音传出来的地方 最多声音传出来的角落 那我们现在要往楼上走 站在这个窗口啊 好冷... 对啊 感觉好像是那种阴风阵阵 寒气逼人的感觉 全身发毛的感觉 对 现在一步一步地往楼上走 楼上的空间也很大 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他们的办公室 应该是 然后这个墙壁后面 还有一个小房间 对 不好意思打扰了 不好意思 好大一个房间 真的 我以为他门口小小 以为他小小 结果他里面好搭好搭 地板上面有两个厕纸 上面写些什么 名将一千五加重大 这个该不会是卡拉OK的点歌本吧 不是吧 是麻将 这个地方竟然有麻将 等一下 那你还注意 刚刚我们一开始有提到 老板欠钱 对 赌债 老板当时就是在外面欠了很多钱 代表老板有可能是天生好毒的 所以这个麻将也有可能是老板 他的个人的物品 对 这个麻将感觉还蛮完整的 你说实在的 靠 这是恐怖箱 我们一打开这个麻将的盖子 有一只黑色的蟑螂爬出来 对啊 他长得好像那种木乃伊的坟墓 里面会出现 圣甲虫 对 我跟他一件事什么 怎样 我们这个麻将 打开之后 有蟑螂在里面 对 这个打开也有蟑螂在里面 对 会不会是老板往生后的灵 坐在这蟑螂上面 会不会他往生之后 他还是怀念着这些牌 所以就想要跟这些牌在一起 对 也许他到另外一个世界 他还是喜欢沉浸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所以他就一直在就是 不愿意有可能 好 那我们现在要在这一边 进行第三次的PK 鬼手雷台赛 谁是拇指王 你干吗作弊 我直接试这个感受感 好 好 三 二 一 开始 无不了我的 抓到了 贏者 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卡都用完了 对 那也没得翻身了 对 那第三关就交给珍珍来执行任务 暗黑麻将 牌友是赌神还是赌鬼 因为待会呢 你的一副牌里面 有十五张摸牌的机会 要在十五张之内 胡牌 才可以结束任务 那如果没有办法胡牌 要怎么办 重来吗 下一把 这太难了 因为你不能吃 你不能碰 对 你要靠自己来摸 对 而且因为呢 我们刚刚这个另外三咖 已经放好了这个人像 但是我们必须请老师 把这个阿飘都引到这个人像里面 我现在很担心说 老师加持过那些好东西进来 对 等等我打完路 把他们的牌都翻起来 大士奇 大三元 天狐 玩得真的很可怕 对 而且 你必须要胡牌 才可以完成这样的方法 但是你胡人家的牌 难道他们不会生气 会非常不爽 而且 他们有可能会想要找你继续上书 你牌品是不是不好 你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把你的心声讲出来 就是人家胡你牌 你都会有这种反应 好 赶快进去 我现在要进去了 真实人偶陪打三对一 还被老师加持过 这下想跑也跑不掉了 我们就来看看 真真会感应到什么吧 等一下 这牌有点可怕 这牌很顺 一一二三五八万 三四五六七九桶 四八九条 然后只有一个字而已 所以现在因为我要先摸嘛 请打 好 等一下 是我刚刚看错吗 为什么觉得 我的对角手动了一下 我的对角的眼睛一直这样子看着我 我其实很不自在 算了 我先开门好了 好 东 七万 进牌了 我摸第一张牌了 我摸到的是七万 然后一样换你摸 换你摸 人往生之后 通常赌这种 比较没有正式被封捨 所以也就是说 一般碰到的一定是赌鬼 所以你拿到这种牌的话 你后面有可能就是在赌 就是有赌尾在看你这把牌 对 我已经打了三张牌 我现在摸第四回合了 啊 虽然我的牌很帅 可是一直没有进牌 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打起来真的太难了 进牌 怎么 为什么我的右侧会传来 踩在木板上的声音 这感觉像是人踩在上面 我现在进了一张四万 我现在进了一张四万 我现在进了一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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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这个牌倒了 我刚刚明明是把它放好好的 为什么倒了 我刚刚没有碰到这个牌 它自己倒了 是我的上下 起风了 起风了 好可怕 我不要打了 不知道是不是阿飘想要珍珍多坐一会儿 痴痴不让他胡牌 珍珍也只好继续摸下一场牌 这是普普通通的牌 等一下 我感受到了 我感受到了 有人在敲我的手表 有人好像是用指甲筋 在敲我的手表 这个是谁 这样的感觉 有人在敲我的手表 不行 我觉得我头儿有点不舒服 有点晕 我现在已经摸了 二 四 六 八 十十三 我只想要两次摸牌的机会 五万 最后是摸牌的机会 七万没了 我觉得冥冥之中 就是好像让我快要银牌 快要胡牌 就在听牌的边缘 却没有办法胡牌 各路好兄弟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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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对不起 真的 这个声音是从哪来的 我们记录完整一瞬间 千万别错过 千万别错过 千万没了 我觉得冥冥之中 就是好像让我快要银牌 快要胡牌 就在听牌的边缘 却没有办法胡牌 各路好兄弟 真的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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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真的 什么事 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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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 你倒是惨叫 刚刚 我摸完两段牌 你们有听到吗 什么声音 在敲你鞋子 敲我鞋子这边 超级明显 而且他那个声音不只是我感觉 而是连我都听到那个声音了 而且就在我最后 我摸了两段牌 我刚就跟他们三位牌友说 对不起 三位牌友可不可以 就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胡牌 我讲这句话之后 他就敲了我的鞋子 我们手没有碰到 就有牌在他旁边 那牌在他手旁边的牌 忽然倒 真的还假的 真的 所以我刚拿这样的牌 不容易倒的 因为我是四吨 两吨两吨 这样放一起的 对 可是他会倒一定是有外力 碰到他倒 对,这超严重的 因为我们在麻将的时候 很忌讳的就是排倒 第一个会献排给你的同座人 看到之外 是万一你在要准备自摸什么时候 排倒的话是不算数的 对 所以老师是外面的零 可能看到这个麻将觉得熟悉 等一下,熟悉的 是不是就是老板 不可能 在他的办公室开局 为什么没找他 会不会生气 所以会不会是这个老板 觉得说你这个牌打错了 所以他要给你暗示 踢你的脚 或者是… 敲他的手 因为其实刚刚敲 那个感觉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上一家在暗示我 或是下一家在暗示我 叫我胃牌 就是这种感觉 我的天 真的 我说一句话 真的感觉是… 有人在跟我打麻将 对 真的要好好的 我就觉得这个 所以你刚才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清楚 他牌掉下来 所以其实刚刚在播 你在录影的时候 你当时在现场 你只是感觉到 他是很稳 他如果是差一点点可能这样倒 那可能风吹情有可言 他是很稳 然后就推过来 然后就倒了 所以那个一定就是有外力介入 導致他那个就倒了 而且你这边 你说没有人就算了 你还做了三个人形 他们的眼睛 你要知道人形 零会附在上面 附在人形 老师又有加持过 那就是来跟你打了 很多的状况 跟我刚刚的很多的感应 全部都是来自于上一家 无论是敲 左边这家 对 上一家在我的左边 老师为什么讲对的 第一个我刚才讲 如果他整排的牌要倒 如果真的能吹倒的话 应该就整个倒下 不会只有一张牌倒下 不会只吹一个呼 对 那第二个是 他手表被敲到的位置 你也上一家 叫他的手表 对 对 因为他排倒在那边 手表那个被敲在那边 他脚是内侧 内侧只有那边的人 才有办法碰到他这边的内侧 这边如果我坐这边的人 不可能碰到他内侧 对 就完全就是在跟他在沟通 对 你会发现 都是他的上一家 在跟他作案 而且可怕的是 因为上一家 他就是坐在这边 他就是离我这么近 然后三个人眼神 是无神的这样子看着我 懷疑有人在这个里面 轻身自杀 而且他的门上锁耶 大波我们 我们一打开会不会看到 线色母亲 线色母亲 等一下 很好 你看到是里了 有黑影是在这个位置 真的有黑影啊 不好敲耶 这里面都是白墙 所以 有黑影 老师怎么在看什么 我看有一个黑影跑过去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他会是真相识的 这些组论 我看他的 还在这里 这些组论 你 就在这边 功能